你好,我是威敏,马上来看一只国内新闻 雪州乌鲁雪兰儿桃园岭一间大众银行 今天凌晨发生爆炸事故 大门和电子银行室严重被破坏 雪州刑事调查副主任罗斯兰助理总监指出 匪徒市企图开这节工价的时候 报窃电子银行室内的提款机 炸弹的威力就是炸毁了电子银行室 但提款机及存款机的外壳却丝毫无损 匪徒意想天开的炸银行偷钱计划 最后没能得逞空手而归 但是匪徒逃跑时将一枚未能引爆的土制炸弹 遗留在银行前 拆弹专家也在第一时间到场拆弹 避免发生第二次爆炸 另外由于报窃匪的干案手法相当的粗糙 警方相信并非专业匪徒所为 靖济 水 水 感谢观看